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定到今天下午又来个大翻盘 结果180度的转弯又从谷底回升 所以先不用太过的担心 我们先不要那么样子的担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五月份通货膨胀率还是比较高的 联准会也是看起来是一定要升息 而且事实上已经讲了 他会在接下来两个月都会升息两码 然后有可能到九月份 那么甚至于在今天早上 我们和肖云翔所带给大家的赚钱百分百的节目 那么在节目当中肖云翔也分析 有可能会也有这个外界分析 谈到可能到今年年底都会持续的一直升息 所以为了要对抗通货膨胀的话 现在大家真的要严谨以待 好 这个是关于在这个财经方面 经济方面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在针对 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的攻击事件 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 则指出前美国总统川普 在2020年竞选连任总干事史泰平 他现在是不会在今天的听证会当中来亲自佐证 联邦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在今天早上十点会举行这个月第二场的公开听证会 委员会指出史泰平因为家庭的紧急 情况不可亲自佐证 而在稍早我们倒是有新闻 这个报道说他会亲自佐证的 现在呢他不可亲自出席作证 将会由律师代表出席 发表的声明也会成为正式的记录 史泰平是这场听证会的第一组证人的其中之一 他在2017到2018年在川普任内 他担任的是白宫政治事务主任 而目前他的公司呢 是替怀文明州共和党联邦众议院席次初选竞选人 哈吉曼工作 而哈吉曼是获得川普的支持的 而谈到了经济方面 在英国方面看到英国在今天公布的官方数据 则显示英国在创四十年新高的通货膨胀的拖累之下 四月份英国国内生产毛额下滑 连续两个月往下萎缩 在英国国家统计局说 服务制造和营建部门产出都是下滑 这是自2021年1月以来 所有主要部门首次的GDP月估算 这个算值是萎缩的主要原因 而英国五月份官方数据则显示 在能源价格高涨的带动之下 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增幅达9% 四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也攀底了四十年的新高 导致数以百万英国人现在面临的是生活成本上涨的 这一个很大的危机 接着我们再看的就是来自跟COVID-19相关 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瑞典的田鼠体内发现了新的冠状病毒 也引发了新冠肺炎的新冠病毒 同属β亚科冠状病毒的家族 这种病毒并不会对人类构成里极的威胁 不过研究人员导师认为 有必要要持续的监测 在一个大学的人畜共通传染病研究中心 它的研究团队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 就观察在瑞典 阿勒布鲁菌格里木色所捕获的260支的提案田鼠 结果在3.4%的田鼠之 它的身体内发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也意味着这种病毒在瑞典的这种田鼠内 是相当的普遍的 好继续往下看啊 这是来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有多间石化公司今天加入了汽车和钢铁业者削减业务的行列 因为这个制造业大国的卡车司机集体罢工 扰乱了运输 已经导致库存堆积如山了 代表32间石化公司的产业协会则指出 受到罢工的影响 会员公司每天平均工厂交货量已经奏减了9成 而韩国卡车司机罢工如今已经堂堂迈入第7天 另外在马来西亚方面 现在缺少工人达上百万人 从棕榈油业到半导体制造业 现在都被迫停接订单 放弃数十亿美元的营收 也使得经济复苏 深受威胁 马来西亚现在针对COVID-19疫情所实施的外籍劳工引进冻结令 在2月份就解除 不过产业团体企业还有外交官则说 由于政府审批动作缓慢 与印度和孟加拉就劳工权益保障进行的谈判 又旷日持久 到目前都没有出现移工显著回笼的趋势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缺少工人达上百万 停接订单也伤了营收 冲击到整体的经济 好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的主要的五件新闻 结束我们的五件新闻以前 还有一则乔社的新闻 接下来我们也快看一看 台大校友会管中敏校长 在休斯顿校友会的募款 事前已经募款大约17万2300元了 还有热心的校友在现场响应乐街 不足了是最终的募款总金额已经达到了20万美金 达成了事先预设的目标 那么这是在台大的校长 管中敏到休斯顿的访问行程 在这个活动之一 看到台大校友会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也为他们高兴 好 朋友们 谢谢您收听 今天由胡美剑为大家编辑播报 我们的五件新闻 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你开心的ronicities